欢迎收看东章西望 今早在葵中货柜码头发生了一宗工业意外 有一名工友就是不幸逝世的 这名工人当时帮一艘船 是防撞缓冲板在泵气的 华尔就是相片里面的缓冲板 突然爆炸,将工人弹飞了十多米 其实今天已经连续三天 有致命的工业意外 这些意外一旦都嫌疑 同样涉及一些霸路的行为 也是一旦都不应该接受 一道闸,两道闸 返屋的必经之路突然变得困难重重 明明有路,但又走不了 对,你看到这一道闸 这闸是11月底,他安装了这闸闸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下了 他有车给了钱,自己用遥控转开 然后他自己一段时间就会生 隔了几天,他就12月头到 他就吊了一只柜櫃来这里 我想他准备日后的办公室收钱 现在就连一张纸在这里 叫人通过这条路就打电话 就跟他联络,给他钱 住在元朗上游田村四十多年的刘先生 驾车回家一直都相安无事 但这几个月 村口突然被人弄了一道闸 令他不可以再驾车出入 汇家之路变得好像路面一样这么崎嵩 一走过来就问你,聊了什么了吗 然后说这条路是私家路 要付钱的 走了几十年,车都是这样走的 无缘的就说放个闸在那里 几个闸,直接停下来 有时候老人家走不到那么远 要乘车回来 你乘的士也要付10元 要付10元就要过路前 要付10元才开闸? 是 现场看到短短不够100米的村口 已经有两道闸 近村的改一道闸,就是刘先生所说 收了过路费后才可以通过的闸口 而另一道,怀疑有人有养学养家健 这里只是一条单程路 拍摄途中,有不少车辆需要排队 才可以进出 又要等到闸开,又要让车 原本畅通的路段都变得混乱 至于如何开闸呢? 原来付了钱就有一个遥控 不过今天就有村民禁止也开不了 我先收到五百元,然后给到这个 是,所以可以自己出入开关 是… 我住了这么多年 而且我老公他们从小到达几十年 都是这里,这个村的 完全没有这一园树 但最近就开始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几代人住这里 多得我们这里,第五代了 对吧? 对吧?从来都没有,要收钱 身上很不舒服 怎么可能这条路 他说这条路是他的 但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是他的这条路 然后就给我付钱了 我们之后都根据 集上的电话号码 联络他的负责人 那集当然是我的 是谁? 我连回自己的财物 有没有问题? 我租了回来,把离隐 明白的,所以… 我有一份离隐 是的,其实呢 如果不是我落集 你们都… 村民都可以报警 警察都会处理 如果我是违法的话 地主是姓照的 我租了回来,你看到我 我以为是做仓的 不是做仓,我放一些柜子在那里 是谁? 我不落集 我不落集,我就落街板 我围回而已 虽然电集负责人称称 这里属于私人地方 但我们在现场 都看到有政府的登柱 路权是否真的属于他 都未经证实 现在只知道这条电集 对刘先生的日常生活 带来很大影响 又想搬 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网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在深圳公路 有一个中港车 发生了严重交通意外 片段所见的货柜车 怀疑因为走错路就退后 谁知未除的白色货车 怀疑收质不及 是以高速撞进去 几乎整个车头都撞到扁了 据了解 白色货车里面的司机 和一名乘客最终是双重不致的 所以开车真的要看清楚一点 而信用卡的东西都要查清楚 近来信用卡被盗用的事件 有增加的趋势 想不到的是 一张从未启动的信用卡 都会被人盗用 事件就由T小姐的旧卡说起 T小姐上个月半夜收到短讯 指她把信用卡 滚了九磅多英镑 于是她就打电话去信用卡中心 去到月底 银行寄了张新卡给T小姐 T小姐其实平时 都不是怎么用信用卡 申请信用卡都只是备用 所以她就没有拆开封信 也都没有启动张卡 但奇怪的事情就这个时候发生了 12月12日 我把新卡在未启用的情况下 又被人盗用了 即时已经打到银行那边 但打到卡中心 长期都没有人听 最后我打到保室卡 那边的职员 其实他们调查过 都说我的卡是完全未启用的 我有一个质疑就是 我把新卡在完全没有启用的情况下 连我自己都没拆开卡的情况下 我又不知道卡号 但我把新卡就可以被人盗用了 但如果不拆封信 又怎样肯定新的信用卡 就是被人盗用的信用卡呢 今天T小姐就带上她 还没拆的银行信出来 我们即场解开这个迷底 我们核对过卡上面的号码 的确是T小姐再次被人盗用的新卡 张卡都未启动就被人盗用 银行方面有什么反应 我登入那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就发现银行 把新卡币给了我 就是他又是准备 可能出一张新卡给了我 还有我要求他们调查的 他们就说等调查结果之后 出了再通知我 我就觉得现在银行的保安系统 真的很大漏洞 因为没可能一张全新的卡 我自己作为卡主 我都没用的情况下 就可以被人盗用的 这间银行我不会再用的 还有我现在已经把我大部分的信用卡 已经降到最低的限额 涉事银行回复我们 如果核实有关的信用卡交易 并非客户是授权的话 客户是无需负责的 同时也未有发现任何资料外洩的情况 信用卡到用就成为了全城热话 而《中年好声音》里面的参赛者 人称旺角小龙女的龙婷 他也成为了叶华博 在MyTV Super就有触本的重温 大家也可以扫描以下的两个QR Code 就可以追踪冬章Plus的IG和Facebook 还有也要留意以下这个QR Code 去了解更多一些资讯 有调查访问了3000位市民 当中四成受访者 有患上心血管病的风险 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吗 当然有 肯定有 有啊 三药也有齐了 一直到三高了 哪方面高呢 血压高 差不多一四多的高 十几度 糖尿十几度也很厉害 对啊 胆固醇 有多高啊 没记得 医生说很高 要介口 还有吃药 最担心是什么问题 中风很危险 最担心就是中风 公立医院的数据亦显示 平均每年超过一万人 因为急症中风入院 包括二十多岁年轻人 反映心血管问题年轻化 中医的角度有没有所谓的中风 有的 中医也叫做出中的 又有分中经浪和中状腐 那为什么它要叫做风呢 这个病就发展很迅速的 那见这病是忽然间闻到 不省人事 神志昏迷 所以都是比较危急的一个症状 要改善三高 日常要注意饮食 想清热降压 中医建议利用勾藤 菊花泡茶 至于肝腎去药 可以用桑寄生度 还煮猪剪汤 也有助维持血管健康 肝间有人会使用肝公牛黄圆 在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药名是一样 但成分会很不同 药典有记载 正宗的厨方有十一美中药材 医足它的成分和要求 才可以叫做药典方 即使是同一条厨方 但药材漂亮不漂亮 也直至影响了药效 而安公牛黄圆成分里面 最重要是牛黄 天然牛黄含有丰富胆红素 除此之外 还要留意什么成分呢 我们要看它的射香和冰片 因为它是我们中药的开桥剂 例如梅花冰片 它是龙老香树的天然结晶 它的树生长得很慢 所以它是非常罕有和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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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清楚一点 因为随时得不尝试 早前我们报道过 有骗台在社交平台假扮朋友 以救物平台优惠券引他入局 偷上账户 骗他的朋友 被骗超过九万 播映后再收到求助 但是这次手法更加狡猾 我自己一向都很谨慎 我甚少去网上买东西 除了去店铺之外 我才会给信用卡 因为店铺会比较可靠 所以我也猜不到 我这么紧慎也会上档 十月底 Peggy在社交平台 忽然收到她旧上司的联络 本中你们熟不熟吗 其实我跟她不熟 平时好日也不会联络 除了生日才会说快生日之外 平时我会特意去骚扰别人 很少聊天 很少聊天 因为人家始终有老婆 就不太好 我觉得是 他突然找你干什么事 他突然找我 就说有个HKTVMORE 2000元的现金 传到我的户口 我就怀疑他 我就说 Peter 你干什么事 我说你从来都不会这样 我的上司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 当Peggy开始质疑Peter的真正身份 骗徒当然早有准备 竟然拿出这件事 他立刻就订他的身份证 和职员证给我看 然后我代问他 我说Peter 你为什么要给你的身份证 和职员证给我看 你的身份证是由你的出身年份 是你的私隐 我说你是不是瘋了 将职员证是怎样的 跟医院那张一模一样 和他的报告是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说 我是真人Peter 总而言之你相信我 是真的 你给你的信用卡给我 前面的抽号码 和后面的三组字给我 那就行了 我就会传这二千元到你的户口 那你当时有没有信他 就是信了他 因为他是我的上司 我绝对会信他 如果他不是真人 怎么会有身份证和职员证 给身份证和职员证 又难怪他会中货 究竟骗徒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 或者其他的即时通讯软件 我们跟朋友聊天 如果我认识了很多年 其实中间的对话里 可能有很多东西 是会曾经发送过 譬如相片 甚至乎身份证 这些东西就会留在对话里面 有些是会存下的 譬如说你的电邮 会存在一个所谓云端储存的地方 骗徒其实都似乎 他真的在对话 或者云端硬碟的储存空间 找出这些资料 从而就去骗那个受害者 专家建议 每次用完这类个人资料 最好立刻删除 当Peggy完全相信这个假Peter之后 就把信用卡 正反里面的资料 都拍了相片给对方 晚上九点几十点 一直到整点钟了 不断他就扔那些验证码给我 要我就要入那些验证码 要快 不断推我 然后我说 我说我睡得很晚了 现在你看一下 已经十二点几一点 我要睡觉了 他说快了快了 还多一两分钟已经可以了 进入了十四季 我当初以为他过不了 那二千元给我才会这样 第二天睡醒 他越想越不对路 于是马上打到银行了解 十四笔数 总数九万多元 我当然觉得很恶言 收钱之后 我再打给真正的Peter 然后他才再告诉我 我的Facebook被人盖了 他说他连他太太的币都被人盖了 他说那个黑客又是周厉 他问人家拿电话都来骗人 之后他立即报警 同时再联络银行处理 银行就说立即帮你停一张卡线 你被人盖了十四笔数 我帮你交给他登义造那边 始终是你自己进入了验证码 很大机会也要你自己赶回这笔钱 由于他不是救物平台会员 最初传短信给平台 完全没有回音 唯有先入会成为会员 几经辛苦 终于接触到客服 他说客人已经拿走的钱了 我只能帮你追讨到一千元 我会觉得很恶言和很失望 因为我始终是受害者 100%绝对不合理 而且很无辜 银行最后也通知他交易争议结果 说网上交易是经过正确输入 一次性文码后授权完成 要他在12月21日前找卡数 于是我们以电邮分别向银行 和救物平台查询 银行回复表示 要客户向第三者提供信用卡 及一次性密码等资料进行交易 即表示客户已通过双重认证授权 银行将未必能成功代表客户追讨相关款项 而救物平台表示 任何人士包括会员及非会员 郡河于星期一至日 早上九时至晚上十一时 透过网页及应用程式 联络客户服务专员 同类型事件一而再 再而三有市民被骗 除了要自己提高警觉 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机构 是否都有责任为小市民把关呢 现在我们看到 间间银行都似乎 我们所谓的risk management 即风险管理的基准都好像不一样 有些就很敏感 有些就不敏感 所以我也希望银行者 审视自己的风险管理 例如看到有这么危险的交易 在网上转发, 还要是晚上 可能三次就应该整停 问个市主 究竟是否买这么多点数卡 这些风险管理做得好一点的话 大家的损失情况会减少 直至现在 Peggy在社交平台的账户 仍然是被盗用状态 担心他会到处烦人家 我有同学告诉我 他在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有六百多人 他周来传那些二千元 又说送手机 又问别人拿电话 就算想改回密码 也只是传到假Peter的电邮 他完全没办法拿回自己的帳户 骗徒仍然逍遥法外 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大家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这几天这么冷 最好就是打火鍋 有网民分享 他在一间连锁饭餐店打火鍋的时候 竟然自己加菜 这位仁兄原来去了街市买几条鱼 开餐的时候就扔下去 还赞鱼又甜又鲜 不过有网民就质疑 鱼吃之前有没有洗过呢 也有网民提醒他 为这些炉的火力不够有 可能鱼煮不熟 应该就不要乱试了 其实虽然除了打火鍋之外 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吃盆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我和杜德丽就在现场 没错 一年一度的TVB职艺员 联傅晚宴, 今晚开乐了 今晚公司很甜心 因为前几天又下雨又凍 所以场地就在仓面的停车站 意思是到这里的TVB职业 没错, 这里又不怕大风 又不怕下雨 今晚大家可以安心吃盆菜 很开心 你们说得今晚的气氛如何 很熱热 很多东西吃 很多东西 这边的壮男觉得今晚的气氛如何 肯定 很温暖 很温暖 很体贴 很温暖 又多英俊又多美女 是… 而且有很多同事 其实真的没见过 而且你们今天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没错 来支持齐珊忠 好 我也是 不, 支持我唱歌 因为我今晚会上台唱歌的 好 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 听闻要拉票 没错 交给准事提 没有… 准事提 准事提 今晚, 总经你们昨天说过 今天很重要 今天和明天 对我们十强的所有候选人来说 都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票 没错 一定… 如果能拉得长的, 当然要去到尽 对吗? 对 一定要跑的 对 你唱歌, 你很厉害 很厉害, 今年气势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大家投投这票, 李成冲 好 当然支持, 怎么都投你, 爸爸 谢谢… 张婉, 你今天有很多提名 是… 所以我今天和山葱一样 我都会唱歌 是… 交给你 我支持前头的五位 是… 支持他们, 是 是, 至少我知道你也有… 我有備而戰 是… 现在不用送安心手腾 送我这个曲了 很厉害, 那你们… 你们这两位女士如何承认? 不, 怎么办? 我没有承认 张婉, 你能否投我一票? 有… 好, 提示呢? 我今天是来帮陈散冲投票 好 拉票, 拉街票 记得要去投票 那我们现在交给厂的同事 谢谢 真的很热闹 我们都准备加入他们的行列 不过吃之前 我想恭喜我们的女主持 你们入了为最佳女主持的 最后十强 谢谢, 除了我之外 东章的代表也有恒美和Toby 大家可以考虑一次过投赛 我们三位, 谢谢 还有记得投东章西望一票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准备去吃盆菜了 拜拜 朋友是互相依赖, 还是拿来出卖? 有观众说 他一个认识当年做银行的朋友 声称要追货币, 找他开户口 谁知道开完才知道是借贷户口 而借回来的钱又说帮他还 最后当然没影 更揭发朋友圈中不止一人中招 出卖老友一个都不够 留意东章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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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